这家屋应该要换水喉, 每个人都换了, 这些铁喉,生亦瘦, 想做一家换个笼头, 但收下去, 原来这里是崩了少少, 没有了固, 收极都是在这边流水, 换些筷把皮也不行, 跟龙头来的两块皮也不行, 因为这里下面崩了, 你可能拍不到, 知道吗? 可能拍不到它崩了, 这里崩了没有了固, 所以无论有什么皮都夾不住, 其实这里我不敢换, 全部霉了, 全部霉了, 接着怎么办呢? 不如出绝招吧, 用水换水喉, 单位一换水喉, 起码是二万多元, 出绝招吧, 天下 debeль摩栅々これは超 chu尾的, 我来看一下, 它就会比较可悠人, 焦到大和尾的材料, 就是板凭险, 炊椒大和尾的材料, 大和尾的材料等, 不理我了解释入一 predominantly, 我来看一下, 小炊锅前组合的材料 开炊骨的材料, 有型来到50多元, 好油的材料半分钟, 它是土材料的, 小炊骨的材料, 那么确的材料, 水的材料, 不知道行不行 出完絕招 如果行就拍手走 如果不行就沒辦法了 哎 整瓣碗水喉 頭暈 這兩粒就是絕招 炒色 有 所有的魅力 硬碗水喉 切成一碗 放入冰箱 为什麽加了这两粒东西会成功呢 因为冰里有瓦和水牛胶部包进去 而这两块水牛皮夹在平面 所以这两块面要靓 要靓仔 那笼口会出了少许 出了少许都算了 那以后的叶煮呢 以后整屋换水后才弄好 现在不是够缓 好 看看有没有流水 开键 开键看看有没有流水 正常凸出了一寸 没有办法 可以了 可以了 没有流水 不过热水都湿了 不过热水都湿了 是瘦水来的 应该可以了 看看 我給我一塊漆紙給我 看看有沒有漏水 看看這個位置有沒有漏水 這個位置有沒有漏水 不過下面都是一般的 它碰到鐵喉那一節 還是有點鍾熱石 看看你 熬了一年也一年 熬了兩年也兩年 始終都是換水喉的 我個個換了 只是你不換免得 是嗎 好 OK 現在和你裝上那條花沙 裝上那條花沙就可以了 裝上龍頭 踢高才有水 這麼弱 其實是這樣的 差不多沒有 水油夠了 水油夠了 流量就慢一點 如果換了水油就慢了 好熱心 先清一下水油 怎麼這麼乾淨 還不怕水打笑 這麼乾淨 沒有熱水就找武器公司 手油看看 你有交保養費的 每個月都有交的 不過他上來說沒有熱水 他說水油 塞 要換我水油才有熱水 應該都是這樣 應該會這樣玩 OK 結束任務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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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